号外 号外 每周四圣宣法师全球直播精彩课程 古老佛法 新潮火法 现场课堂高能量700到1000能量阶 千万别错过哦 授课系阶 主办方佛陀教育基金会 时间每周四 晚上十九点到二十一点三十分 地点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 五十五号七楼教室 课程名称 微魔结晶生命实践 对话人工智慧二 这个就是障碍很大嘛 他不想要这么缺课 但是他障碍很大 所以这个就没有办法 像这种 你要用什么来超越啊 当你障碍很大的时候 你要用什么来超越 又是宋经违向啊 有超越二元对立哦 你们的方法永远这样 变通一下嘛 写回向文 写回向文 要需要福报 你一定要记住一句话 有福报不怕苦来磨 都有苦啊 但是磨不到你啊 你看像师父吧 师父的苦最多嘛 没有钱没有 没有到场对吧 师父的苦最多 但是师父的福报最大 为什么 我把现金全部转换为福报了 所以虽然有那么多的苦 但是磨不到我 所以你不想要苦 你就是一定要积累福报 一定要积累福报 那你说我没钱 对 输也没钱啊 那要怎么办 沈其军 该怎么办 陈敏玉 麦克风 各位师兄 王阿威罗安有請求 好 弟子沈其军 试着回答这个问题 好 那就是说 还是要积累福报 倒是要 用什么方法 就是要上课 听师父的话 然后 写回应文 还有啦 那个诵经辞受 有相陪福啊 然后 还有一点就是 孝顺父母 孝顺父母 这是最基本的 做人最基本的 还有吗 还有 还有人有其他方法吗 你就看师父嘛 师父都没有钱嘛 对吧 师父做的每一件事情 不一定是用钱啦 譬如说我今天在 我发现我又 我在中天 中时 中时 新闻 我又是头号粉丝了 因为他那个钻石 旁边有写头号粉丝 那那个什么 周润发 周润发那个只有一个钻石 应该就也是 也是头号粉丝啦 对 然后 然后你看吧 我上个礼拜讲 我跟你们很不一样 你们就是去贴一个文 很自私的 留一段话 师父不是这样做的 师父 今天他们发布了一个很大的消息 美光 对 对 裁员五千人 而且停止 停发 2023年的年终奖金 那就会死掉很多人 五千人代表五千个家庭 是没饭吃的啊 你要知道啊 这不是普通的小事啊 你们呢 顶多就是去哀嚎一下嘛 对吧 师父就不是这样 师父积极抢救 就告他说 一定要送钥匙金 钥匙金 第二大院照顾事业 第三大院照顾财 然后再把钥匙金 十大院的功德利益 PO上去 然后再 再把钥匙金下载 要是经文的下载 链接挂上去 对 这就是你我 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 我时时都想到 我怎么样能够帮助别人 我都不用别人讲的啦 我时时都想到我怎么帮助别人 就像讲路华讲说 哦 师父自己都这么忙了 还要再去莫名其妙接一个 为时的课 对 尤娟也说 对 如果是他 他也不会接 对 师父就义不容辞 就接了 这就是师徒的差异 我就是想 我怎么样来帮助别人 这个就是福报啊 师父做的每一件事情 不是用钱去换来的 钱都没有办法来衡量我的付出啊 钱都没有办法来衡量我的付出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你们要学的啦 点滴你都要指向赔福 比如说你没钱 那你 我看到上个礼拜 那个苏伟成也有去送假 对吧 这就很棒啊 对吧 送假需要钱吗 不需要 对吧 你就是花一点时间 花一点体力 外头很寒冷 但是那就是功德 那就是福报 那是用钱买不到的 以此类推 你想要日子好过 生意做大来通通都要 一定要有福报 你没有福报是不可能的 来 你一定不要老是认为自己 没有钱啊 这是你们常常讲的 没有钱 你在我面前讲没有钱 你就大于吃嘛 对吧 你怎么 你的没有钱怎么跟我比啊 对吧 那你还要在我面前讲没有钱 那太愚痴了嘛 再来 你们也喜欢在我面前讲没有时间嘛 就像江明珠 我说你要来上课 我要礼拜天 那课很重要 他就说哎呀我没时间啊 哎怎么样 你多敢在我面前讲没时间 你的忙碌没有失误的九牛一毛 好不好 对吧 我每一次要讲礼拜 要教礼拜天的课 都不可能睡觉啦 完全不可能 那个忙碌根本不是你们 所能够想像得到的 那你们就舍不得自己嘛 哎舍不得自己不睡觉 你睡那么多要干什么啊 我搞不清楚啊 你睡那么多 你脑筋也没比似乎更亲民 对不对 对啊是啊 这是事实 事实吧 对吧 好来 这个 直觉思维来 好 王慈景 那我看了这张图 其实他 我觉得他的层次很有层次 对 第一个从最下面 我们就看到他有房子的那种影像 最下面 对 那我的感觉就是好像是我住在 我自己住的一个城市的感觉 那在往上看呢 就觉得他是一个 我们想象中的一个地球 然后可能在我的感觉 他就是一个国际 比如说各国的那个感觉 就是很像一个地图 然后我们常看到就是每个国家 他相互的联系 联系 对 对 然后再往上一层看 我有看到那个字 就是 我自己把它解读成 可能类似经文啊 或者是 就是有点是 更高维度的 背景的字 对 对 是 就是那种类似能量 就是我们讲的在 从 类似 宇宙全习官的那种角度来切的话 他就是在更高维度 他可能就是有一些 能量的这个部分就会下来 所以他在那个最亮点的地方 感觉他就是最明亮的 然后左边 左边就是 对 对 他就是 一样就是一个很立体 然后的线条是互相牵扯拉扯的 对 那我从这个感觉起来 就是我本来住的这个城市 我都用很围观的角度去看自己 对 可是当你仔细去看这个层次 他一层一层往上看的时候 你其实只要 放开自己的心 比如说我们回到这个不二中道 有时候就是因为太执着 其实你反而没有办法看到全部 对 那你走在不二中道 你把它执着放下 其实你就可以看到更宏观的一个世界跟视角 我看到的是这样子 跟宇宙 对 跟宇宙是一起的 对 对 对 赞不赞 非常赞 欸 你怎么突然爆发力了 被师傅一直讲 欸你退步了 退步了 退步了 因为我觉得可能我自己的那个学习不是很好 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也很不会写文章或者什么 只是我觉得因为我蛮喜欢师傅 从以前上课一直到现在 我其实对那个不二中道超越二元对立 这种字 我会比较有感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属于那种比较会吃素的人 啊不会因为看这两个字是要训练啊 要去练习 对要训练 对常常也是会有那种念头啊 对 对 但是就是慢慢训练 然后我是不晓得为什么 我今天看了这张图觉得非常美 特别顺眼 对 我觉得很美 而且非常符合这个主题啊 是 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 是是 太赞了 这今天你真的是百分之两百的爆发力 对 特别棒 特别棒 对 是 就像刘晓玲吧 我说刘晓玲她父母亲年纪都很大了 九十几岁 都在生病 她也没来上课 她也没陪伏 她的陪伏真的很弱 整天就是要师父加持而已 师父给你加持啦 你没有勇猛精进 你跟师父是完全不会相应的 老实说 你这观念道理一定要建立起来 你一定要跟师父相应 你才能够拿到师父的加持力嘛 对吧 整天写一大把在那个回校名单上 也没有验 你写死了也是一样 因为你自己根本不珍惜嘛 对吧 一定要珍惜啦 这个课什么时候要断 我也不知道 真的 等到你想上的时候已经没有啦 对 好来 你还没回答啊 你已经忘了 你已经忘了对吧 你承认吧 我没有记得要讲 但是我不 好 师父还有各位师兄 我会觉得 因为我们有被师父训练到一个程度 所以 我们再回答一些问题 或是 在 我觉得 就是某部分 某部分会稍微积极主动一点 就是会规范啦 譬如说你们回答的时候 都很有礼貌啊 师父 各位那个师兄 阿弥陀佛啊 还是没有吉祥如意 然后 会自我介绍 对 他们完全没有被训练 那这个没有办法啦 然后我会觉得他们现在的状况很像我好几年前上课的那个感觉 2014 对 2014那个也不训练啦 那时候都不训练 就是现在才整体一起训练 这个以前也没有整体啊 有些人唐主力他也不写 那六个都不写的 那就是通通都是投射负能量在这里头 对吧 肃清的负能量 现在才真正开始进入一个阶段 好 师父来讲喔 这个课文书的课 你看师父讲维摩结晶 并不是从续分正中分一直下来 那个叫做 重贯的讲经说法 就是从从头一直讲 啊续分正中分流通分正文 然后最后讲流通分 师父不干这种事的 师父是横切的 为什么 请你告诉我 为什么 为什么师父是用横切的 而不是重贯的 好来 佳明珠试着回答师父的提问 好 因为垂直的话很容易只看到 一个面 重面 重切面 对对 只会看到一个点 可是你横切的话 他必须要融会贯通 是的 是的 非常好 他这个就有在用脑筋 为什么师父必须要采用横切的 因为师父开的课是 维摩结晶生命实践 强调的是生命实践 去对话AI 去对话其他的领域 我怎么做重切啊 对吧 你重切的话 永远只在讲维摩结晶 你讲不到其他的科学理论 你讲不到其他的心理学 哲学 其他的理论 不可能 对吧 可是你看到 唯实 我就不是这么讲了 你看 师父讲唯实 历史的历史言格 你要走下去很困难 你根本都不知道现在 现在活到哪里啦 对吧 所以 师父的讲课是会 因时因地来质疑 就是说我现在要讲的课 我是要横切还是重切 学生比较容易了解 对 而不是像翁翠萍的抱怨 说 现在讲到哪里了 也不知道 你知道什么啊 对吧 重切横切你都搞不清楚 你只负责抱怨啦 所以你很难啦 真的 给你最好的 你永远也还是在抱怨嘛 对吧 人不要太会抱怨 你太会抱怨就是怎么样啊 就是什么 折损福报嘛 千万别抱怨 你的感恩都来不及了 你还要抱怨 你要抱怨什么啊 叫你上来讲 你一句也讲不出来 对吧 你这样的low 你还要再抱怨 我也觉得你很可笑 不是吗 那师傅挑选这个图 当然就是 我要让大家看 这是地球 这个是太空 宇宙 它是二元对立 当然现在的科学 这个非常相似于量子纠缠 量子纠缠它是 譬如说一个光子 光子是 是立的载体嘛 对吧 所以它会产生非常多的纠缠 包括在整个宇宙里头 产生的纠缠 所以虽然在我们的三维空间里头 我们必须要做出超越二元对立的这个认识 但是呢最终我们是要立即在 对在终极本质 才能够了解这整个融色 融色就是会牵扯到宇宙全息观 最简单的一句话 请你讲 你如果要讲宇宙全息观 最简单的一句话 局部融色整体不是包含 嗯 包含是从外头把它包起来 融色是完全完全的实质交叉 局部融色整体 对 所以这个是我想要传达的信息 好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讲 我们的主题是 博弥宗道超越二元对立 然后也是一个新人课 特别为我们的那个谁 书伟成开的 什么叫超越二元对立 因舍执着空跟有的两边 空有两边你都要放下 你没有放下的话是做不到的 这个就叫做大乘不二宗道 你看我师父用的是非常为是 的 这就是属于为时的经典 这个是玄奘翻译的经典 大乘广百论世论 对 他的经文就那么短喔 他那么短就要表达不二宗道 然后他这边讲说 你就是不能 就是要放下空跟有 那我就要请教各位啦 是不是只有放下空跟有啊 是不是 他经文讲你要放下空跟有 那我倒过来问你 是不是只有放下空跟有 才叫做不二宗道 才叫做不二宗道 要不然呢 所有的对立面 所有的对立面 他空有他只是一种解释嘛 空有就是对立 所有的对立面 你都得要放下 比如说放下平跟腹 放下生病跟健康 对吧 还有放下 还有什么 美丑 还有放下喜怒哀乐 放下染污跟清淨 对吧 所以你看师傅在举例喔 都是从粗的一直举到细的 你有没有注意到啊 什么贫富啊 美丑 这都是粗的 因为怎么知道他粗啊 你看得到的嘛 然后一直越讲越细啊 比如说喜怒哀乐 这就是精神性的嘛 对吧 从物质的外面 美丑这些物质性的 走到了你的精神 你的情绪 喜怒哀乐 再来染跟淨 对吧 那就是非常靠近 终极本质 这个就是学习的一个脉络嘛 然后我发现你们都是很杂乱无章的 高兴就讲美丑 高兴又想平复 想到了又很少讲那种情绪 比较细腻的很少 你们的举例永远都是在粗大的吧 对吧 这个就是学的还不够到位 就是你一定要从粗的一直讲到细的 比如说四念处考你们 你们一定不记得啦 四念处有没有 对 四念处哪四念处啊 因为你们都还在背啦 就跟那一般一样嘛 都在背 你这样永远学不会 师父绝对不背 我就告诉你师父一定不会背 你看吧 四念处是身、秀、心、法 一样是从粗的走到最细嘛 身是最粗大的嘛 对吧 受感受就是情绪嘛 sensation 感受就是情绪 心 你看不到嘛 对吧 心就是the young echoes 为我们所发现的 无形无色无相的精神体 乏就是代表终极本质嘛 对吧 这个就是一个脉络 是没有人教我啦 只是我自己发现 为什么 为什么 经文都是呈现这样子的 他的出现是这样子 在跟大众见面的 但是你们讲了个大半天 你们也没有 也没有警觉到嘛 对吧 所以我一直讲 你需要念什么经啊 你需要念文书的经 要不然的话 你坐死了 你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 真的 你根本智慧没有打开嘛 你没有打开的话 你有多亏啊 江蜜珠你有多亏啊 你根本智慧没有打开 你会有多亏啊 他一下子懵在那儿 为什么要考他 因为他犯小人嘛 他应该要知道他为什么犯小人嘛 他到现在他不知道啊 师父问我会要讨论 弟子 江蜜珠试着回答 师父的提问 好 弟子自己认为 那个智慧没有开的部分 最大的问题是 自己错在哪里都不知道 是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这是最悲惨的 这是最悲惨的 所以因为你不知道你错在哪里 你根本智慧没有打开 你就不知道你错在哪里 然后你就努力干错事 没有人点你的话 你是生生世世一直错下去 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我才说 你一定要耸文书的经典 开智慧嘛 那好 我现在再考你 你现在耸文书的经典啊 但是你身体有病假如啦 所以你身体有病 然后你该怎么办 你又起烦恼了啊 师父奥阿威拉奉承着 师父上 师父的教导就是 其实 金金相通 那其实文书 剥了经本来就是开智慧 所以当你开智慧 你如果生病的话 其实你更能够体会到 不恶中当 我们自己会更了解 病跟不必是来自同一个终极本质 所以你会很清楚 自己的病是因自己的心生病了 而不是外面的 而不是生生病了 是心生病 所以你必须要靠 世间法跟初世间法要病经 当然医生还是要看 这些一定要去 但是要更加紧的去耸波罗经 再让你能够思维升华 才能够真正做到超越二元对立 这是弟子的体悟 好 所以他的体悟是错的 乍听之下都好像很正确 他错了 第一个 你耸波罗的经 你虽然在困境里头 你自己就能够找到方法 我虽然没有钱 我身上都没有钱 我自己有办法去想到 我怎么样会有钱 这是无比重要啊 对吧 那你耸药师经可不可以 可以 要是否很慈悲 他就第二大愿照顾你的事业 第三大愿给你钱 那跟你自己想方设法 找到方法来 来赚钱 意义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江明珠大错特错 他说 我不是生 生病啊 我是新生病啊 对吗 当然是错嘛 你就是唐主力的徒弟好不好 我上一次考 考那个谁 沈荣海 沈荣海说 我问沈荣海说 沈荣海谁在生病 他说我啊 我说不对 然后我再问唐主力 唐主力就警觉到说 我在生病是不对的 他马上换一个答案给我 他说 我的身 肉体没有在生病 但是我的心在生病 我说错 当然不是你的心在生病啊 你的心有病吗 谁能够告诉我 王副忠 王副忠是一脸茫然 还想师傅在问什么 对 师傅 各位学长问我不要碰爪 虽然一脸茫然 还是要幽梦进去 对 学习 因为你是旧世主 也是试错王子 这样子 试错王子 对 非常好 是我调侃 那我的想法就是说 因为心应该是 这边你讲的心应该是 讲我们的阿赖耶识 我自己也觉得 那阿赖耶识其实本身就是 因为我们的造作 然后有善有恶 他其实本身自己是 是心 那你 你投射的负能量 你就截取到他 恶的种子 那才会变现成我们现在的病苦这样子 是 那所以不是说心 都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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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题就考验你 是不是真正懂文书了 生当然很粗大的 那个在生病 那就不对了 一定不对的 然后 唐主力说的 我的心在生病 当然不对阿 因为心跟生是同处在现象界 你没有知己要害 是因为你没有上到终极本职 你没有超越二元对立 你必然要生病 任何人没有上到二元对立 没有超越二元对立 没有站上终极本职的话 你必然要生病 这标准答案是这一个 你看师父 师父跟蒋路华相处 那确诊三个多月 似乎也没有被他传染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什么 1 2 3 go 原因是什么 现在北京很严重 非常严重 李厅琳都确诊了 因为北大很严重 我为什么不被他传染 然后请你不要再告诉我那个答案 很low的答案 比如说 师父高能量 对啦 这个当然以前你这样回答是ok 但是我师父讲过 同一个问题 师父在问你第二次的时候 你要给出更高的更高层次的答案 你不能永远都是 哎 师父都是高能量 来 请 师父 地址江明珠是这回答 换一个词就是 师父超越二元对立 答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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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的正确 就是师父超越二元对立 我没有受到他的病不病所威胁啊没有啊对吧 我没有受到他那个喜怒哀乐的威胁啊没有啊 我一直就是如如不动的 所以他生他的病关我什么事啊对吧 这个人一上车就睡觉啊我要当车夫呢对吧 是呢 我一直超越了那个苦力跟组织的关系啊对吧 对我时时都超越二元对立 这是师父为什么 为什么生命力那么强大嘛对吧 你们跟着师父休学那么久 竟然看不到师父的闪光点 是太low了啊 你们都没从这边逮到你们都没有耸文书经典对吧 有吗 凌柔因为凌柔苦 你有耸喔多久耸一次 没有很多是这么一点喔 因为今天要上课了嘛 因为今天要上课了嘛 哈哈哈哈 可是我们太瘦了 所以就是 蛤 这又很深了 然后维持又很深了 请问你要耸哪一步 太瘦了 对真的太瘦了 太瘦了对真的太瘦了 一定要耸 你耸了你就一定会感知到说 哇我的方法源源不断 你看吧 师父不是 最近我又开发了什么方法 为了帮助你们那个阅读量嘛对吧 与君与其法 是立即在哪 点赞率 对吧 这你想都没想过的 对吧 说什么 我那个点赞率的那个加持是真的一个一个这样加持 有一次不是 有一次不是说 杨仲宪的那个粉丝谢梦珍 说 说没有 他说没有嘛 然后那个尤娟把那个你的那表 到我手上的时候 我说什么谢梦珍没有 谢梦珍我都回向了 他怎么可能没有 我就把那个人头画起来说 你看谢梦珍多 那么早就点赞 你竟然都没发现你的粉丝 我也要问一下主啊 呃 其实我那个每天都有问 那个杨宗宪 对都有问他 就是提醒他们说 记得要把玄粉截图给我 那师兄很可爱 他都是直接去问 那个 对方 他的对方说 哦 你有没有 哦 那不是自己看 他太low了 那后来是师傅不是 呃 传讯息在公布里面说 呃 你要认识 头像 对 第一个就说可能是我没记到 对 或者是杨宗宪 他没有汇报 对自己没有汇报 他自己没有汇报的话 那他就是活该 对 他就活该 对 好 学了真相 所以我就 赶快就把截图跟师兄讲 我说师兄这个 那个 你的玄粉是有按赞的 对 而且很早 对很早 那你要看 你自己要去哪里查 对 他现在都是第一个 或第几个 就赶快截图给我 哦 是是是是 那今天 呃 台生的话 除了他以外 我们全部都九点以前都圆满 就圆满了 对对 那 那他在干嘛 被三个人拒绝了 哦 被三个人 怎么 你的人缘这么差呀 哦 他到现在还没有悬粉 哦 哦 那你继续加油吧 你继续加油吧 就像苏伟成前两次 他没有点赞 我马上就 就注意到了 然后我就跟 跟沈其君讲 沈其君说 欸 现在正在教他 对 那他因为还不熟悉嘛 所以 跳上去平台的时候 已经余食了 但后来我发现他都很早啊 对 是 是 所以你看嘛 你看 你如果有智慧的话 你有非常多的方法 你做很多事都是 瞬间你就可以做到 既高效 而且 你让每一个人都服服帖帖 都服服帖帖 那以前呢 九点以后就还要再讲说 啊 我我我差两秒啊 什么的 我说 九点我就开始回向 回向完我就 要干别的活去了 我不会再理你了 请你自己自我保重 呵呵 第二天 你看吧 有一天你们174 对吧 那天没有 没有加持喔 你们看到175 那175 那是我点的 其实那天没有加持 对 我就是坚守我的原则 对 因为这个是额外的 的福利嘛 那你应该要珍惜啊 对不对 好像 你看师傅就开发非常多的方法 对吧 与均一席化 简短而且 嗯 就很短嘛 都两百多个字而已嘛 那个就是 也是因应时代的需要 我就是要强调 你应该要修学文书法教嘛 你为什么不修学啊 这么好用的一个法门 然后你没有去修学 你老在 刚刚那江明珠说 什么 金金相通 当然是金金相通啊 金金相通 你干嘛扯到文书啊 那很遥远嘛 对吧 那个 没有错 但是没有职集要害 对 一定是要职集要害 开场视频 我选了一个 你觉得 师傅是不是有病啊 给我看这个视频 但是 你注意到 甚深启发哈 博士和局长上厕所 这个故事很短 但意味深长 有个博士分到一家研究院 成为学历最高的一个人 有一天他到单位后面的小池塘去钓鱼 正好政府局长在他的一左一右也在钓鱼 他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心里想跟这两个本科生有啥好聊的呢 不一会儿 正局长放下吊杆 深深懒腰 蹭蹭蹭 从水面上像飞一样的走到对面上厕所 博士见状 目瞪口呆 水上飘 不会吧 这可是一个池塘啊 正局长上完厕所回来的时候 同样也是蹭蹭蹭的 从水上飘回来了 咋回事了 博士生又不好去问 自己可是博士生啊 过一阵 副局长也站起来 蹭蹭蹭的飘过水面上厕所 这下子博士更是差点昏倒 不会吧 到了一个江湖高手云集的地方 恰好 博士生也内急了 这个池塘两边有围墙 要到对面厕所 非得绕十分钟的路 而回单位上又太远 哦天哪 怎么办 博士生也不愿去问两位局长 跌了半天后 也起身往水里跨 我就不信本科生能过的水面 我博士生不能过 本科生就是大学毕业生 博士生栽到了水里 两位局长将他拉了出来 问他为什么要下水 他问 为什么你们可以走过去呢 两局长相识一笑 这池塘里有两排木桩子 由于这两天下雨长水 正好在水面下 我们都知道这木桩的位置 所以可以踩着桩子过去 你怎么不问一声呢 所以学历代表过去 只有学习力才能代表将来 尊重经验的人才能少走弯路 好的 各位同学 刚刚我们已经观赏完短片 学历学习力的甚深启发 这个短片很短不到两分钟 为什么要用小短片来考验大家 就是一般的小短片 大家很容易忽略掉 就好像大家很容易忽略到 忽略掉社会的小螺丝丁或游民等等 但是其实不管从长短大小轻重的人事实地物 我们都要培养怎么样去洞察这个问题 它的关键在哪儿 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植入那个终极本质的要害 这就是直觉思维训练的更深层的意涵 那么这一个学历学习力的深深启发 师父希望各位在写新的报告的时候 因为你新的报告至少要有三段 另外再加投稿人结论 所以师父向各位提问了三个问题 你要把这个你的答案融会成第一段 而不是你这三个答案就写成一大篇 那那样子的话不是师父要的 因为我这个训练就是要训练你直级要害 对吧 那你写成一大篇那就是太拉扎了 对吧 这三个问题就是 学历跟学习力它的差异是什么 第二个 学历跟学习力对你的人生发展的影响是什么 第三个 你怎么看待六祖慧能广青楼上 他们全然没有学历啊 他们是目不示钉的政务者 那你怎么看这件事 你认为 目不示钉 要能够成就政务 在这一个时代 你认为可能吗 好 所以 接下来的 四张投影篇 就是师父的看法 第一个 阅读有四大重点 你说那目不示钉的人他要阅读什么 错了 阅读你以为指读文字吗 广青楼上还有 广青楼上还有六祖慧能 他们阅读人心啊 他们阅读现象界啊 他们阅读终极本质啊 这个是一般人看不懂的嘛 对吧 所以阅读有四大重点 第一大重点 现在师父要用 2022年世界首富硅谷钢铁侠 Elon Musk 他的 以他为代表 他就代表 学习力的金榜人物啊 第一个 阅读应该要交叉学科 贪婪阅读 这八个字是 Mask他的原文啊 Mask他在12岁就开始阅读 你看他阅读什么啊 科幻编程 还有哲学 然后又学习成功者的自传 AI人工智慧 新能源等等 交叉学科的阅读 并不是学校教育所能够给予的 所以Mask主张 传统教育无用论 直接打击学历 他自己也没有博士学位 他申请到博士 但是他上了一两天 他就不去上了 为什么 因为他认为 学校的教育 没有办法提供交叉学科 所以这没有办法满足他的需要 第二个 要提问 要懂得提问 而且 你提问的时候 要正确的陈述问题 美国知名的发明家 Charles Caterine 他的名言是这么说的 清楚陈述问题 你就已经解决问题的一半了 这个名言指出 正确思维 并且正确使用语言 我们才有能力正确陈述问题 所以你看师傅为什么要训练直觉思维 提升你的思维 方便你表达 你的各种想法 而且师傅也介绍 语言哲学家 Veganston 他的种种的想法 他说 语言是人觉醒的程度的展现 这些都来帮助各位 训练各位 可以做到正确陈述问题 接下来 阅读的第三大点 要能够学以致用 这是生命实践的功夫 要避免跨跨其谈 最好的方法 就是重视生命实践 你看师傅开的课 都是生命实践 比如说 维摩结晶生命智慧 维摩结晶生命实践 对话AI人工智慧1 更前面前一个课程 是文书经典的生命实践 对话人工智慧1 那维摩结晶是对话人工智慧2 所以您看到 食物是特别重视生命实践的一个行者 美国心理学之父 也是一位哲学家 William James 他有两大名言 非常重要 第一个 他说 践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两方 Practice is the only reasonable way to test the truth 第二个名言是 智慧则是知道何时该忽略的艺术 Wisdom the art is knowing when to ignore 换句话说 智慧源自于生命实践 什么是智呢 智就是明白现象界的诸事像 phenomena 这是从世间法来看诸事 第二个 慧则是了解终极本质的一切理则 Logos 这个是相对应于初世间法 接下来师父想要跟各位探讨 阅读的第四个大重点是 第一性原理要了解他的圣身意涵 Mask说 梦想要圆满落地 一定要认识第一性原理 否则的话 我们的认识只是在空中飘来飘去 我们的有梦相随 那这个也不可能美梦成真 那什么是第一性原理 The first principle 这是亚里斯多德的名言 他说 每一个系统都存在第一性的原理 它是一个基本的命题 或者是假设 既不能被省略删除 也不能被违反 那第一性原理 第一性原理又成为终极本质 或成为波折根本质 所有现象界因为第一性原理 职于各种因缘 而衍生成现象界 最后输入做成结论 就是学历 学习力它的差异在哪 交叉学科阅读 以这个面向来说 学历它是做不到交叉学科阅读的 所以Mask虽然申请到博士的就读机会 入学许可 但是他自己放弃不去念 是因为他已经警觉到 传统教育无用论 之所以无用 是因为传统的学校教育 没有办法提供交叉学科的阅读 第二正确提问 学历他没有训练直觉思维 以及语言哲学 那这个当然是亏很大 第三正式生命实践 学历只学习现象界的视智充变 没有彰显第一性原理的根本智慧 所以烦恼重生 我们也看到非常多的博士跳楼 儿王 所以我们要从这些读懂 所谓的人生正确发展 所谓何来 再来 甚深谨守第一性原理 不只是认知第一性原理 更重要的实实立基第一性原理 不再迷失在现象界的风情万种 接下来第二点讨论 这个学历与学习力 他对我们人生发展的影响 只有学历 因为不明第一性原理 没有能力成就 拨着根本智 容易迷失在现象界 这就是诸子家训所云 德不配位必有宅 最后要平息 六祖慧能跟广青老和尚 两位都目不示钉 但是他们圆满正物菩提 所以他虽然没有学历 他的学习力是超过了一般 现象界与终极本质的束缚 他超越了两端 所以他成就根本是不再进入轮回 这是最重要的人生的使命 与终生的修行的目标 以下我们要来复习一下 上个礼拜我们所讲的正确的认识 就是生命奥秘 生命的奥秘就是特别强调的是 心灵的结构 当然是要从维持心理学来探讨 表层意识还有生存潜意识 表层意识是在波浪海平面以上 之所以称为表层是因为 他很容易被我人所感知他在运作 例如眼识这个识就是相对应于 现在的神经系统 所谓眼识就是视觉神经 耳识就是听觉神经 以此类推 那这些眼耳鼻舌声 他相应到了所看到的这些五镜跟五层 然后就直接丢给第六意识去做认知跟了别 所以第六意识又称为简称为识 所以他是做认知认知 这是出家法师 然后了别了别这位法师是女众 所以他是尼姑以此类推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海平面以下有佛教对应过来的两个识 一个是莫纳识 另外一个就是阿拉耶识 莫纳识我们又称为第七意识 第八意识又称为阿拉耶识 他们都属于深沉潜意识 为什么说他们是深沉潜意识 因为他们时时分分秒秒都在工作 但是我们无从了知 因为他们是特别的深沉 莫纳识第七意识 他是他的功能就是分分秒秒的恒审思量 恒就是恒常审阅 然后思考 然后去来关注所看到所思量到的人事实地物 所以莫纳识的恒省思量的object 他的恒省思量的对象是什么呢 就是阿拉耶识 然后莫纳识他有一个非常重大的错误 就是他把阿拉耶识当作是一个是自己 就是实我 是实在的我 所以因为是认为是实我是自己 所以就发挥了那个贪生自慢疑的千年恶习万年业障 去执着执取他 占有他 因此他就是我人执着的执着恶习的根源 最后我们要看阿拉耶识 阿拉耶识又称为新王 八世新王 他是第八识 就是从最根部而言 那也就是从第一识第二识 从眼耳鼻舌身 一直往下往身部走 他是第八识 所以我们说第八阿拉耶识 那我可不可以说第一阿拉耶识 当然也可以 那就是从身部一直往上走 对吧 阿拉耶识他有 待会我们会介绍他的三大功能 然后三个能变 还有三大意涵 在这边实物简单的讲 阿就是新的意思 这是从梵文翻译过来的 那也就是拉雅就是机场 机场的什么呢 看右边这有种子 种子就是行为的能量 每一个行为的能量 像现在师父讲话 受课讲音说法 声音就是有生能 对吧 师父拿着激光笔 那就是有机械能 所以你看到师父的每一个动作 其实都是能量 那么佛教特别棒 把这些能量 直接成为种子 为什么 因为能量再来相应 同频共振相应的能量 过来的话 种子的能量 是不是会越来越大 越长越大 饱和了以后 就投射出来 所以称它为种子 是再合适也不过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换一张 这一张无比的重要 就是1963年 Sir John Echos为我们所发现的灵食 佛教称为阿拉耶食 那这个Sir John Echos 这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讲过了 所以实物只是口述来重复一下 Sir John Echos说 灵食是无形无色无相的精神体 它非物质性 所以我们不容易看到它 我们不可能看到它 因为它是精神状态 对吧 那佛教则指成阿拉耶食 因为它是 就是不能看到 所以是为了教学方便 用一个红心来示意 说这个就是像阿拉耶食 阿拉耶食 以佛教的解说 他含藏了三类型的行为 善业善的行为种子 成为 师父用圈圈 恶业 则用叉叉 无忌业 就是不善不恶 师父用三角形 在红心中间写着因 谁种进去了 是自己的每一个行为种下去 就阿拉耶食而言 就是因 那我们讲过这个 种子就是一种能量 对吧 那看右边 右上方这有种子的特性 种子能够生现形 现形就是变现成为果 为什么 因为能量饱足了 对吧 然后所以呢 那个 为食 他就是 就因而言 就是当事人种了 善 恶 无忌业三类型的种子 然后呢 这个在等待 讯息 让他能量饱足的时候 他才能够投射到 这个外进来 投射 投射 已经投射出来 我们就成为 现形成为果 那所以 现形出来 善的种子就 现形成为 顺境的人事实地物 然后呢 叉叉的恶业的种子 就现形成为 逆境的人事实地物 那要注意到 种子的特性 右边 第二个 现形又会 熏种子 因为你投射出来 变成果 那也是一个能量嘛 对吧 因为由你而出的 由当事人的 照做行为 而出的 然后我们就看到 从因到果的时候 他有条件说 善的因 嗯 现形成善果 要靠善缘 缘就是condition 所以 藉由这个善缘呢 他又 回 把这个能量呢 嗯 去熏习 还没有成熟的种子 那这个如果用科学的语言来说 这个 再去熏习它就是量子纠缠 再去纠缠 同一个同频共振 同一个相关联的 呃 这些种子 所以我们说 从现形的这个果报 透过这些圆的各种条件 再去纠缠出 嗯 更多相应的 呃 果报 这个就是第二 种子的第二个特性 现形会熏 种子 然后呢 第三个特性就是 种子 还会再生 种子啊 好 那呃 这个就是阿拉耶使的诗意图 接下来 阿拉耶使 他还有一个 阿拉耶使 除了寒常所有的 呃 这个行为 呃 以外 因为他寒常所有的行为 所以我们称他为寒常食 另外他还有一个特性 叫一手食 一手就是一时而熟 一地而熟 或能量熏悉中 不是不报 而是时候未到 一时而熟 就是现在造作 现在有可能成熟 或未来成熟 所以这叫一时而熟 再来一时 一熟食 也就是阿拉耶使 他还有第二个特性 就是一地而熟 就是在台北造作 也许在伦敦才成熟 受报 对吧 那这就叫一地而熟 第三个就是一般人常常误解的 哦 能 就是他们家 呃 这个赵二无数多 但是他们家还是非常有钱 就不 不要做错误的羡慕 那是能量 人在熏悉当中 不是不报 而是时候未到 接下来 呃 介绍阿拉耶使的三个意涵 阿拉耶使 呃 又成为能常 这是指 第八阿拉耶使 他善于在自体中含常 宇宙万法的行为能量种子 第二个 是所常 这是就现行 呃 我们刚刚有讲 种子有三个特性嘛 对吧 嗯 嗯 变现成为现行嘛 第二个就是现行可以熏回这个种子 这所常指的就是种子的第二个特性 就是现行熏回这个种子 指的是什么呢 第八阿拉耶使所常常的 是第七末那时 他所在乎的 他所熏习的 他所横省思量的 就是一直在熏习嘛 七末那时 他所 嗯 嗯 熏习 恒省思量 恒省思量 就是一直在熏习嘛 一直在熏习的 所有的种子的常所 他 呃 七常他嘛 对吧 所以就叫做所常 第三个就是 操 操 直肠就是第七末那时 他因为虚妄而恒常 直取第八阿拉耶什的所有的种子 当作使我使法 所以叫做我爱直肠 接下来我们来看科学跟宗教的对话 就是师父以量子灵魂来对话阿拉耶什 那么我们来看 发现量子灵魂 这是Quantum Computer with Consciousness 是2020年英国物理学诺贝尔奖得主 Siragel Penrose 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意识研究中心的 Hemerov医师 共同发现量子灵魂 他们两个共同主张 当神经元Neuron的微导管 Microtubule内的临时的量子 有序状态消失了 那么临时就会被迫离开肉体了 重返宇宙波函数的能量场 但是大脑整体的信息 并没有被破坏 可见大脑信息是被完整记录下来的 只是精神性的临时失去了有序的量子状态 因而离开了物质性的肉体而已 因此一旦当事人再度投胎 转世成功的话 那么被第八阿拉耶使所记录下来的 大脑的信息 就会完整的投入全新的肉体躯壳 然后又再重新开启一段的生命周期 因而形成所谓的命运的三世说 也就是前世的造作 遗留到今生来面对 今生又在造作了嘛 对吧 种子是在生熏种子 现行又来熏种子 所以就有今生必须要衍生成为未来史 如实的响载 原来是第八阿拉耶使将所有的行为信息记录下来 藏在神经元的微导馆里头 科学家曾经误以为 这个临时是常在运动点位 也就是action potential 因为它记载的是每一个动作嘛 好 接下来 很多人很容易误会到了 以为阿拉耶使等于终极本质 其实这是两回事啊 终极本质 Ultimate Reality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一性原理 是宇宙万物最高的本源 也就是投影体 具有如如不动寂灭空性emptiness的特质 它是如如不动的 所以它可以纳受各种不同的因缘 空性 它是可以纳受各种不同时空中的造作因缘 令其现行成为现象界的宇宙万物 好 这个是终极本质 可是第八识 也就是阿拉耶使 负责记录机场 现行成为现象界 就是阿拉耶使 它就是机场所有的行为能量的种子 然后在现行成为现象界 所以它不是终极本质 因为它会现行啊 但是终极本质是如如不动的 所有的行为记录分善恶无忌 无忌就是不善不恶的能量种子 善恶就是恶缘对立 却是烦恼 就是执着 不善不恶是超越恶缘对立的如来藏种子 就是真如在烦恼中 因为它有恶嘛 对吧 但却是要覆盖在恶缘对立的烦恼之中 那如来藏就是真如在烦恼中 它拥有如来一切在果地上 它就是成佛这个果的所有的功德 只不过它仍在烦恼中 被烦恼所包围束缚 那如来藏如果出烦恼就成为法身 借由生命实践修行进化阿拉耶使的杂染 恶缘对立的种子 才能够超越烦恼 令如来藏由烦恼中解脱出来 那就是如来藏清净心 也就是清净的如来法身 这才是人人皆有的根本智慧 终极本质 接下来要来圆领经典 解心解身密经典 此事一名阿托纳士何以故 由此事余生随族直直故 一名阿拉耶使何以故 由此事余生射受藏瘾 同安为异故 一名为心何以故 由此事摄生香味醋等 积极执掌故 所以经文解释为 阿拉耶使又名阿托纳士何以故 就肉体而言 阿拉耶使随身业种 所执取积藏的种子而来 就是积聚 就是摄受响形式 五蕴积藏起来 就形成肉体 所以肉体 它不是真正的有 它不是食有的 因为它也是种子的 那个摄生香味 就是摄受响形式 这五蕴所积聚而形成的 假合而成的 第八阿拉耶使 含藏了如来藏 以及诸善恶诸法种子 所以它又名为心 所以它又安为 安就是安心为 为就是为你 这两个二元对立的那个种子意 因此它也是六层进 摄生香味醋的所有的积聚 好接下来我们要来 今天的课程就是 现在这样子算是已经 把今天的课程的所有的投影片 都已经圆满传授给各位了 那么我们期待下个礼拜再相逢 请不吝点赞订阅